汪峰本周竟《眼里欧忘了我!20年等待之后唱20年的兄弟情谊》。 湖南卫视音乐竞技节目歌手临近总决赛战火继续升级,作为首发阵容仅存三人之一的汪峰,上期带来了自己20年前被迫卖出的超高难度原创等待而大获好评。 他的演义带给这首作品《别样的光彩令人感动至深》,也凭借这次精彩的《Live》成为两场综合成绩最佳者。 据知情人爆料,本期汪峰又将一首显有人知的歌曲《李欧的忘了我!》带上歌手舞台。 面与关键时期,依然选择小众作品参加竞演,这也更足以让人对汪峰的音乐能力和胆量再次大家赞赏。 这首竞演作品《忘了我的原作者李欧》,其实是汪峰中央音乐学院的师弟,也是相识20年的老友,李欧说在音乐上受到汪峰颇多帮助。 李欧曾经讲述在自己十几年的音乐道路上,一直得到汪峰的帮助,称就连他自己的专辑的制作费都是汪峰给拿的。 这次汪峰不仅仅继继续担当音乐传递者向大众推荐优秀作品,同时也是全力支持老友,在线兄弟情谊的表现。 李欧唱片发布时,汪峰发文支持道,李欧没有那么精致华丽,也没有当下这个时代的许多讨巧戏耍的玩世态度。 只有质朴与不羁的力量,坦露血肉的真情。 李欧是一个可以在几乎垮掉的秘境中始终能够保持微笑和歌唱的人,谢谢李欧,谢谢你写给我们每一个敬畏和热爱生活的人们的这些歌,汪峰作为师哥,从他唱片的录制到传播圈发,一直默默给予师弟李欧支持。 汪峰的互联网音频节目曾经也邀请到李欧作客,他也在其中分享了与汪峰的渊源,李欧说在中央音乐学院时经常去排练是听汪峰乐队的排练。 老汪唱晚安北京的时候我都快哭了,太厉害了,之后脑子里就一直有这个旋律,而且老汪唱得特别好。 老汪那时候经常敲我宿舍门,说演出没琴弦乐管我借。 90年代时,学长汪峰已经享有名气,经常开着那辆被写进《再见20世纪》歌里的蓝色小车载着李欧到一间琴房,带着李欧弹钢琴、练声,两个人卯足丹田戏大声唱歌。 我一百九十的个头,老汪从后边双手还着我的腰,让我感受声音的力量。 时至今日,我觉着他也没变,人还那样,眼镜还那样,说话声音还那样。 李欧笑着回忆道,李欧还提到,自己做专辑末期实在没有钱了,不得不找到汪峰,没有寒暄就抛出一句话,汪峰我做专辑没有缩混的钱了,想了想,只有找你借了。 他说老汪一分钟没琢磨就给他打了钱。 在李欧音乐活动中,汪峰曾作为诗歌兼好友多次为他站台,2015年7月李欧新专辑写给你的歌《北京首唱会》举办,汪峰也以好友身份现身舞台。 力挺好兄弟李欧。 为多年的好友,汪峰推掉了当晚的工作,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并站在舞台一侧观看李欧表演。 在被李欧邀请上台当众致谢的环节中。 老汪峰,老汪到初其实多年来一直都在关注和鼓励李欧,很多年前和李欧是音乐学院的校友,后来离开音乐学院开始走音乐之路。 在每个阶段,我都听到了李欧不同时期的作品,我一直在鼓励他。 汪峰在现场也提到了自己愿意支持和帮助李欧的缘由,原因挺简单的,我们是一样的出身。 第二个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,在每个阶段,不管我发展到哪个程度。 我觉得我都不应该忘本,我在李欧的身上,看到了很多很多,当年我自己和许许多多为音乐奋斗的人的影子和生活。 第三个原因,我希望在自己事业达到一定程度。 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,我想要帮助更多热爱音乐的人,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再开多少场演唱会,再赚多少钱,都要更重要。 在《爱歌手》的第三期节目里,汪峰选择了一首冷门作品《下坠》作为敬演曲目,经过二度创作,这首歌在节目播出后的短短24小时内,QQ音乐播放量超过208万,原唱版本评论量更是在一夜之间从零增加到了一万以上。 《汪峰》,下坠的关键词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,成为当期节目最热话题。 原本《默默无闻》的佳作经过了汪峰在歌手舞台上的演绎而一夜爆红,这次又一位小众音乐人李欧的作品被赋予新的生命。 在这个顶尖音乐竞技的舞台上,汪峰化身成为音乐传递者的诚意尤为可贵,正如《乐平人爱的人》所评价的那样。 踏上这个舞台的歌手,第一层优秀是唱好每一首歌,第二层优秀是留下一首经典的演唱版本。 还有就是像汪峰这样的第三层,他留下好歌曲和好演绎,还为这个舞台留下一个好的音乐人。